李唐生有个电影叫帮帮我爱神 有看过的举手 还蛮少的 其实还蛮好看 我觉得 他这个歌有被放在里面 对啊 就是女主角在坐游览车的时候 我就从游览车的荧幕里面跑出来唱歌 那时候我的头发只有这么长 学生头 那时候跟蔡明亮 那蔡明亮先生很有趣喔 就 因为他是做影像 那我们做声音的人 在跟他沟通 其实是有很大的 就不一样的世界 就简直是无法沟通 他讲的我听不懂 所以他就请 就请 他就翻译他讲的给我听 你记得罗斯又有眼睛 是这样吗 你还记得你那时候给我讲的什么故事吗 你说那个 我记得啦 我记得啦 你讲一讲 但是不用开灯 假设你不在地球 然后你是在一个 你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知道 当时我没有讲这样 有你讲说是火星 就是假设是一个火星 然后你们是一个族群 你们现在要做一件事 这件事可能跟你们的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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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水有关的 水跟水 因为火星很热嘛 我是没有想到这么多 剩下来就是要交给你影像 对 然后你们就开始 可能说要用声音 我想到这样而已 他们就开始 好那这样水 我要做什么事 然后就开始做 然后就发出声音了 是这样吗 我有做别的 后来我没办法 后来做的人 是另外一个 要不要 浩文吗 对 浩文也做啦 反正就这样 我们居然是用这种 奇怪的方式沟通 问题是他在旁边看了 就好像很高兴这样 他一直说 他一直说他想要 那个声音是很有仪式感的 他有在现场吗 哈哈 哈哈 你看他怎么叫的 我就知道 哈哈 哈哈 可是他又不要那个 形式上的宗教的 比如说 南无关 他又不要被听到过 但是他又希望一听到 你没有在 他有在现场吗 没有 应该没有 哈哈哈哈 就是说 他明明就是 有录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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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很 请把他的名字拿掉 哈哈 他很好心的 希望我们 哈哈 哈哈 希望我们 做一个事 然后别人一听到以后 就知道 这是一个仪式 但是他们又从来没听过 我委屈你们 就拿回你们 对 就是说那个声音 要有仪式感 诶 小老师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题目 呃 我住在庙口 哈哈哈哈 我是说 什么声音会有仪式感 你用吉他弹弹看 哈哈哈哈 知道吗 嗯 明明是你 哈哈 是你弹的吗 没有是他弹的 我们现在这个 现在一个频率 那个电流 对啊我已经在嗨了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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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一支是说 你被电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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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太抽象 难怪人家说 我们不好沟通 是我们的问题 哈哈哈哈 你们听得懂 什么叫仪式感的声音吗 真的很难对不对 就是做影像 他们想象出 形容声音的一种说法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算好 像我们以前 我们做过广告 诶 应该没有这个 朋友 他说他这样 我们做完给音乐 他说你这个音乐 你像黄昏 哈哈哈哈 但你这样还可以听得懂 他说可是呢 你那个云彩 可不可以稍微再 蓝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黄昏蓝一点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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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那我就 那怎么办 就说 你要蓝掉 不行 跟你用蓝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因为 要蓝一点 所以蓝掉吗 哈哈哈哈 那我为了想让他听懂 对 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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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然后说 不是不是 这个是蓝掉 哈哈哈哈 他 他倒是 云彩本来 很疯狂的 现在希望 稍微 再晚一点就这样 直说嘛 就是本来六点 现在可能七点半 对啊 对啊 如果他这样讲 我可能也是听不懂啊 哈哈哈哈 六点半我可能是 六点四十五的话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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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很长的时间 不管我们也许我们在讨论 或者是我们听别人 跟我们一起讨论 很多时刻其实都是很 猜想 对啊 谁知道我们 我们在讨论是什么 哈哈哈哈 到底是我们吗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们常常就是那种 到底是怎么回事 精神病好像也是这样 这样跳太快了 真的 对 太快回来 把我们变成精神病 这样是什么意思 可以再来一杯吗 我觉得有点 听说你有开车 吧 感觉 对吧 感谢观看